大家好 很多花友给自己的枝子花 施肥浇水正常 都养不出这种枝头挂满花苞的一个效果 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呢 建议大家给它15天使用一杯这种水 这种水就是果皮水 我们先说说这个果皮水 要怎么制作才会起到更高效 首先这个果皮数量还有品种越多越好 因为品种越多 它分解出来的各种微量元素 各种有机酸就会更加的丰富 我们取消准备好等量的水还有果皮 一半水一半果皮 然后给它加入这种椰母复合原液 因为加入这种复合原液之后 才可以快速的分解果皮中的一些有机酸 因为椰母复合原液它里面有大量的乳酸菌 还有酵母菌 那么有机酸分解的越多 我们使用起来这个效果就会越好 椰子花的土壤中如果说有机酸切乏 那么它吸收养分就会变得困难 因为有机酸它可以分解土壤中的氮磷甲元素 还有其他微量元素 那么将它分解出来 椰子花就能快速的吸收 我们后期给它施有机肥也好化肥也好 它就会大量的吸收 那么后期开花才会达到这种效果 而且它还可以调节土壤的酸碱度 所以说这种果皮水 可以说是椰子花的开胃水 我们只需要15天给它胃上一小杯就可以了 用这种一小杯兑上三把额上的清水 给它浇灌根部 好了这就是养椰子花出现的一些问题 我们该怎么解决 我们下期再见